伟大的游戏策划鲁迅先生曾说过 不被投资人束缚的游戏才是好游戏 神谷因素和四叶草的同事们也一直坚信这个信念 他们不愿意当公司的狗 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游戏 所以他们被解散了 万幸的是在扫地回家的路上 他们看到了一颗白金般闪耀的星星 正在冉冉升起 那俗话说的好吗 被上一家公司定型成刺头的社畜 在找工作时遇到的困难 会是别人的千倍甚至百倍 从四叶草出走的神谷这帮子的人 确实是很难找下家 又想做自己心目中的游戏 又比方被什么公司高层束缚 我就是要当世界上最自由的制作人 我要当Mr.Hung Chan 所以离职后这帮子的人 基本都是无业游民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要再打工了 四叶草那会兄弟说话又好听 全来傻逼老板 对哦 我来盗老板不就完了 所以神谷因素三双真思道业 敦志这几个哥们 就每个人掏了点私房钱出来 合伙成立了一家新的工作室 全名叫Sheets 大概暗示自己是游戏界的好苗子 即将扛起游戏界大旗的种子选手吧 但在公司成立之后 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接不到活啊 且不如哥几个都是圈内顶顶打名的制作人 那处事风格跟人家喻户晓 你问问嘛 谁不知道九头怪和大光头嘛 哪个敢要嘛 谁敢找他们嘛 恰巧 同为卡普空出生的三变达 也在离职之后 也弄了个自己的工作室 O的 并且遇到了和Seeds一样的问题 大伙就聚一块吹逼嘛 九过三十月开始说胡话了 开始大怠鼠了 你看咱们Seeds现在 没人投资你们O的也没啥收益 要不然咱们合并一下 开个新公司吧 三个臭皮箱还顶着着亮的是吧 酒精作用之下呢 几兄弟对这个企划那种纷纷排案叫绝 321加油 一身打击之下 2007年10月 白金工作室正式开张 名字由来为白金化学性质稳定的特点 来鼓励自己能做出 熔灯法米通白金电堂的高品质游戏 公司的logo选用了白金的元素符号 PTT变形成了一颗十字心 而这个PTT又带指了 Possibility Performance Pride Trust 以及Polarlyze的引导 反正创世的理念看下来 这几个老爷对于游戏 那确实是有独特的直练 他们的目标就是做出较好的作品 至于照不叫做呢 这个 又有点不好说了 总之 总之 白金工作的凭借着几位创始人 一时间名声大作 而彼时正好有一位日本老字号大厂 正在为打开海外各个主机市场而发愁 他们希望能做出四款游戏 去面对多个不同平台的海外用户 但是自家没有这个档席 所以决定掏腰包 也就这么恰巧的 找到了白金工作室 而这家老字号大厂 咱们都很熟悉了 于是在白金成立的第二年 他们就接到了建设以来的 第一个大单子 四部原创IP 分别在V上有着黑白红三色的 沙盒动作游戏《疯狂世界》 NDS上有何森郑志 担任机设星际探索RPG游戏 《无线航路》 登陆次时代主机平台的第三人称 设计游戏《绝对征服》 以及由性感欲解担当主角的 动作游戏《猎天使魔女》 或者说《贝优利塔》 既然提到的性感欲解 与动作这两个关键词 《贝优利塔》的制作人毫无疑问 神谷赢输 神谷先而发挥了自己 做游戏的传统想的大框架 你看我们之前做的鬼气 装逼帅哥打恶魔 多吵我多帅我 这回咱们就弄个性感欲解打天使 再整件插边球 承认要塑进去 多瑟我都想被采悟 鬼气有个相爱相杀的哥们儿 咱们就弄个相爱相杀的姐们儿 一边用抖S的风格战斗 一边寻找绅士之谜 连起来卡的根本把扯不住 于是在2009年 被尤利塔《猎天使魔女》诞生了 封面上穿着紧身衣的九头针贝姐 毫不掩饰他傲人的身材 紧致臀部与性感背肌 万分诱人 这根本没人可以抗拒 我不掏钱 我兄弟也要催着我掏钱 而游戏的开场 那也确实是足够经验 身着修女服的贝姐 在墓园里大袖钢管舞 暴杀天使 总觉得自己玩这游戏 得开个赛博沐浴在旁边敲着 不然阎王看我身子 不够多劳对给我判个溜 而在游戏的动作体验上 的确配上一句 神骨一身不弱于人 他觉得鬼气那活动作系统 是挺不错的 不过好多人喊难 要说还是他们太菜了 不然这样吧 给你们加个心机制好吧 极限闪避之后 敌人的行动速度会变慢 让敌人好好享受一下升天的快感 boss战之后 再加入个更高规格的终结技 亲手气掉boss的视觉冲击 该说不说他确实很爽 对了 给高手有点发挥空间 你们不是嫌闪避之后 连段会掉很烦人吗 这次再加个隐藏机制 offset 用了这个机制 闪避之后还能继续连招 无限连打 就是要连 就是要连 最后 别忘了我最喜欢的小游戏 我就是喜欢看你们开飞机 晕得闪度 还要硬着头皮全手机的样子 总之在神谷这么个抖M 或者说他妈的 他也算个抖S的调教之下 这款有着不输鬼七一 难度的贝优利塔 最终在PS3与Xbox双平台 创下了135万份的销量 对于神谷和白金工作室来说 这个成绩绝对是傲人的 毕竟新IP就能有百万销量 对于一家新的工作室来说 那确实很占光了 但是 这次的开发之旅 其实并不是很能让神谷与白金满意 一方面是作为甲方的世家 对他们的干涉实在是太多了 弄到神谷开发过程全程鬼火帽 另一方面 甲方那边负责优化的选手也拉了夸 Xbox 360版能够保证稳定60帧 但那到了PS3版 经常会莫名其妙给你掉阵掉了45 你要知道索尼那会儿 正在大肆宣传PS3的性能 刺出来No.1 你小子给人周秋不养了 给索尼气的 有锅还给白金备了 间接的 导致了白金之后 几乎和索尼没有什么直接合作的机会了 但还是那个道理嘛 甲方给钱了 能忍则忍 况且游戏的评价也还不错 销量马马虎虎 续作呢 那自然是有机会开发了 对于神谷而言 生化2之后 他就没有再开发过生化 鬼气之后 他就没有再开发过鬼气 红侠乔1之后 他就没有再开发过乔1 这下终于能给自己的游戏开发续作了 妈 在贝欧里塔最终销量定格之后 白金接受到了释迦的邀请 希望他们能继续开发游戏的续作 神谷自然也很积极 依依哦 果异哦 说完就开始头脑风暴 大致的框架与剧情 每天在公司里 就没日没夜的去设想贝欠新的可能性 首先贝欠这个Modern Lady发型 必须要每代做出改变 这次啊 咱们就来个短发 为了贴合短发强异的特点 咱们再给贝欠的穿衣风格里 多加一些直线 哦对了啊 这回游戏里面再多加一些水属性的元素 所以贝欠的主色料 呃也得是蓝色 突出一个性癖这块 首先要抓牢 结果就在神谷满脑子里面 更加郁结 更加色的同时呢 世家毫不意外的出了意外 财务方面出现了一些很尴尬的问题啊 为了缓解经济状况呢 他们也不得不撤资来取消一些游戏的发行 大刀刷的一下 挥到了贝欠利塔135万的销量上 别问 问就是销量仅仅差强人意 离豪还远远够不着 于是乎神谷把游戏大纲刚写完 准备给世家看的时候呢 得到了贝欠利塔2停止开发的消息 而日本的游戏剑往往又是那么的神奇啊 牛逼的制作人总能有机会等待自己的伯落 正如之前高桥那期一样 失去世家援助的白金工作室 也受到了那位大人的邀请 没错 咱们的好伙伴任天堂 比斯拉任正在为自家游戏的阵容而感到头疼 他们希望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游戏 来填充即将发售的新主机 比如动作游戏 这时 他们便把目光投到正在四处接活的白金工作室 那会儿白金的主要工作中心还在nanomachine上 社会里面唯一还闲着的名人 那还就只有神谷因素 所以任天堂就找来神谷啊 哎神谷啊 给任天堂来打打工干不干啊 来啊来来来来 要说这阿任呢 那确实和世家也不太一样啊 给白金的需求也很简单 那就是放开了去做啊 做自己想做的 然后做出来 是个动作游戏就行的啊 咱们也不多过问 神谷翻来覆去想了一个晚上 果然 果然 我还是忘不了红霞乔一 但是红霞乔一的版权毕竟还在卡不空的手上嘛 那就 那就保留一个特色的卖点就好了 于是在2013年神奇101登陆了VU 玩家将在游戏里操控100名英雄 组成的兵团与入侵地球的宇宙人作战保护地球 每一位英雄都有着非常醒目的主色调 并且多位英雄可以通过团结变身 变成巨大兵器与敌人战斗 这该说不说 那的确是特色要素拉满了啊 整一个超级 纠级 UltraMeter Sentai 乘着欧美战队大潮的东风神奇101发售之后 的确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好评 作为一个新IP在AMC上也有着将近80分的军分 虽然并不是很卖座 不过主要原因还是VU卖的不好 巧妇难为无锅之锤嘛 巧妇难为无锅之锤嘛 但阿任这边对这次合作还是挺满意的 所以也开始为他们提供一些项目支持 比如已经差点被当成废案消掉的BioLita3 任天堂大手一回 先别烧啊 这个项目咱们包了 你们放心做 到时候登陆VU就行了 也不用担心什么上着任天堂的平台裸露内容不合适 该露的大版都露的越多越好 不过由于神谷还在神奇101那边抽不出身 所以也只能情不怨心不甘的把先前已经定好的大纲 给巧本游戒来完成自己心目中的这部作品 巧本也确实没有辜负神谷的期望 在BioLita2里面对包括战斗系统 镜头流程等等都做出了不少的优化 让新人相对于一代来说更容易上手 并且加入了合作模式 让朋友之间可以一起享受游戏 让BioLita2在VU上也还算有不错的表现 包括Game Sport在内的多家媒体也给出了满分评价 就在阿刃和白金如胶四七共同富裕的同时 角落里面一直OMO的另一个巨头也终于按捺不住了 微软从阴影中向神谷因素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他们能为微软也做一款作品 这次的游戏主题稀释风格会更浓 现代风格的主角将利用各种冷兵器和一条巨龙并肩作战最多 还支持私人共同 第一次与欧美公司合作 神谷因素抛自然是热情高涨在2014年就做出了游戏的演示视频 这款被叫做龙龄化生的游戏在113上一经放出震惊四座 无数人惊呼这就是自己梦中的游戏 但或许就如同梦永远是虚幻的一样 龙龄化生的开发过程完全算不上友好 秉化的太大导致很多想法以当时的技术是根本做不出来的 加加上或许是未卜仙子的微软提前看到了怪物猎人世界的横空处置 共同游戏的末日即将到来 最终这款游戏在2017年宣布终止发售TICE附中成为了神谷因素礼利中一个美妙的玩笑 王豪的想 至少我们不用再经历一次2077惨案了 总之自此之后神谷在白金附责的中心还是回到了阿任的身上 毕竟对于贝尤里塔这个IP来说阿任简直是再生父母 儿子帮叠也很合情合理 2019年他以兼职的身份辅助了公司性能甜朴贵酒制作了异界锁念 这一次就不再是什么装逼风格的主角了 而是来到了刑事风格 玩家需要扮演一名刑警搜查并且解决案件 在一世界利用自己的替身雷吉人与各式各样的敌人战斗 五种不同的雷吉人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操作模式 让战斗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而战斗系统也借鉴了贝尤里塔系列不少的优良传统 战斗体验那自然是一脉相承 当然视角也是阻传了恶心人 不过最重要的创新还得是角色与雷吉人之间的那根锁链 他们在战斗里加入了副手这个系统 需要玩家在战斗中同时操控角色与雷吉人两个人物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连接他们的锁链在战斗中可以根据二者之间的身位发挥奇效 无论是半导敌人 一伙是把他们捆绑普雷束缚在原地都不在话下 在高玩手中可以发挥无限的可能性 那对于手材来说老子根本上手的反应也是挺正常的 而既然有神谷兼致的 那小游戏肯定也少不了 比如 万恶的冰淇淋和那该死的花容盗 总之作为Switch的独占作品 一届锁链同样打出了还算不错的成绩 MC均分827分也肯定了作品的高质量 108万的销量作为第三方作品 那也确实相当卖错了 当然至于为什么一届锁链里神谷音术只是个兼致 那还得归功于龙龄化身的太子服中 任天堂在2017年给了神谷一个机会 那边而开发贝优尼塔3 而这一回神谷音术也终于如愿以偿的参与了作品的开发 虽然这次依然是以兼致的身份投身其中 但对于他而言 有什么比能为自己的游戏开发去做更开心的呢 然后贝优尼塔3在观众的眼中消失了整整五年 五年 整整五年 你知道这五年里面我是怎么过了吧 你知道大乱斗到底有多好玩吗 所以当贝解3再次回到玩家的视野中时 我感觉到了 全都回来了 那些熟悉的小游戏环节 从阴游到洗泡泡浴 到金刚大战哥斯拉阴游进游 让游戏从硬核到活逼之间来回横跳 而在动作方面 十多瓦武器的自由组合 更爽快自灵一更高的 连断和新引入的魔兽系统让战斗的可挖掘度 暗示上了好几个档次 虽然我不知道这么错对不对 但是这么错我很爽 以及那些折磨了镜头和恶心的挑战官 很多细节属于是 你看一眼就能知道 这肯定是神谷你干的 虽然他自己在采访你说 我没帮人忙啊 不是我干的 我不好说你到底干了多少事啊 但是你看看那些小游戏 你再看看那些镜头 你说这话谁进的 当然在贝解3之外 神谷手都还欠着了项目 可能就只有英雄三部曲的 完结篇Project的机器了 又是一款特色风的动作游戏 这次至今的功告就是奥特曼的吧 只是这个代号机器啊 我只能说谨慎看好吧 毕竟上一个叫这个的已经倒在TS2了 希望这个项目不要敲机器吧 冻关神谷这一路过来的经历 他自始终都是那个热爱游戏的少年 有着天才般的创作能力 与孤高的创作气质 却屡屡碰壁诸事不顺 但又一直在坚持着个人想做的东西 用拉黑维持他的竞生胜利 秉持着个人特色的继续 塞一大堆折磨人的小游戏 我不好说这些东西到底该不该顺着时代去改变 但正如他曾在采访中所说的 游戏最根源的乐趣 不论是老游戏还是新游戏中都不曾改变 希望在这个世界上 这份乐趣所有人都能出手可及 在这期批划最后呢 我要送给整股音术一副罗戴的墨镜 祝他能坚持自己的信念 也祝他能再实现 做六部备用力他的梦想吧 毕竟 确实没人能拒绝在被贝杰踩一脚的快感啊